迪南卢东车站有一名老翁牵着自行车 他准备进站 结果被站务员发现 他只买了一张敬老票 他没有购买随行车车票 所以将他拦下 老翁买完随行车票之后 错过了原本预计要搭的区间车 他很生气 他找站务员理论动手打人 当初是怎么发生的 我刚才也忘记了 是啊你哪里被欺负啊 可以跟我讲吗 你是啊 哪里被欺负啊 没有没有 受害站务员面对记者 对事发当时的提问 不想想起 更不愿多谈 快步走开 他是20号下午两点多 在罗东车站遭袭击的 无辜账务员 车站检票口人来人往 但搭车除了人要买票 自行车也得够票 但却有一名老翁只买了 自己一张进老票 就想牵着车进站 郑乔被当时认真执勤的 方姓账务员看见 上前劝阻 等老翁买完随行单车车票后 已经来不及搭上 本来计划要搭的渠间车 他气氛不已回头找方姓 站务员理论 越说越激动 下一秒禁用自行车 冲撞站务员 还动手攻击站务员的脖子 造成方姓站务员 手臂及脖子有多处抓伤 其他站员看见机师通报 铁路警察 警方感到也随即将老翁 带回派出所 方姓账务员更是直接 对老翁提出告诉 而对于这次的攻击事件 警方呼吁民众搭车 要遵守相关规定 否则运输业者 有权拒绝运送乘客 耽误了自己的行程 可就得不偿失了 记者洪方生 朱军宜一栏报导